肩頸痠痛也是現代人最容易上升的文明病之一 面對這種症狀如何改善 有請專業的按摩師來教大家幾項招數 相信肩頸痠痛的現象可以得到一些舒緩 現代人有太多文明病上升 其中肩頸痠痛就是一個症狀 這都是因為長時間維持一個姿勢所造成 如何改善專業按摩師這麼說 肩頸痠痛的位置就在我們的肩膀正中央 肩膀這個有一條肌肉斜方肌 在我們的這個斜方肌的最高峰 我們取它做肩頸穴 那要怎麼找最簡單 就是假設你要按對側的肩頸穴 你把另外一隻手搭在你的肩膀上面 四隻手搭在肩膀的正中間 那這個地方就是肩頸穴了 那你輕輕往下壓 然後揉動它3到5分鐘 然後左右兩邊各一個 記得左邊按完了要按右邊 那一樣每一邊都3到5分鐘 肩頸穴可以舒緩 痠痛風持穴有同樣功能 甚至憑日頭痛時按壓風持穴可以獲得改善 我們睡枕頭的骨頭叫枕骨 枕骨的下面有肌肉的地方 枕骨正下方肌肉的地方 就是我們俗稱的風持穴 那我們按風持穴的時候 可以四指朝上 然後用拇指向對側這個方向 頂過去 然後按揉3到5分鐘 但是因為各位不是專業的按摩人士 手指比較沒有力量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用握拳 然後食指的指刻 然後找到這個風持穴之後頂上去 然後輕輕按揉它3到5分鐘 然後左右各一邊 那按揉這個穴道的時候會有酸麻障 甚至於眼睛會有這個熱感 這個都是正常的現象 風持穴它不只有效的可以治療肩頸酸痛 它甚至可以有效舒緩頭痛的症狀 出頸酸痛不是病 而是身體給主人的一種警訊 提醒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現代人的文明病肩頸酸痛 那是非常非常多的 一樣它並不是病 它是一種症狀 通常是因為長時間的固定某一個姿勢 比如說打電腦 長時間固定一個姿勢 看手機固定一個姿勢 看書固定一個姿勢 超過30分鐘都沒有去休息的人 常常會患有肩頸酸痛的問題 不過不要這些文明病早上升 那麼可能要將自己的不良習慣和行為先改掉 或許就可以一勞永逸 記者新莊採訪報導